每次都要下一遍 这次前没做好 我再强烈一遍 Sender并非是必须的 只有你需要主动去向对方发通知的时候 才需要装Sender 那于是我们来 安装过了是吧 编辑配置文件就行了 CETC Xavix 它也在Xavix的目录下 只不过它叫AgentD.conf 看到了吗 OK这是AgentD的 额外的片段性的内容 在这里叫什么 UserParameterMySQL.conf 用来监控MySQL的额外 所需要的 这个配置文件的补充 我们知道一般以这种什么 什么点D命令名的 都是它的补充的片段性的内容 是不是这样 好 这是专用于监控MySQL时候 用到的UserParameter 当然UserParameter是什么 我们后面慢慢介绍的什么 再来一回一次 OK 那边界 Zavix A&D告诉他 服务器在什么地方 一定要指明卖服务器 那PATFail不用解释了 LogFail LogSize 是不是都没有管了 纸上我们的Server Server应该是谁啊 17216100.15 是吧 OK Server灯的端口 是不是10051啊 OK 你自己纸就行了 注意 这里的LasonIP 跟你的Server那里没关系了 这里的LasonIP是我们的 Agent的自己的监听端口 Agent也需要监听的端口上的 明白方 以及Agent监听的地址 默认情况下 Agent向外需要提供服务 是不是应该监听在所有的机口上 可以自行定义指监听的哪个IP上 当然千万不要监听到127.0.0.1上 这样子就没法给其他主机通信了 所以对我们的Agent而言 你只需要改一个参数Server 其他的慢慢可以再等着慢慢改 那于是就可以启动了 看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脚本文件 按RT.D下 叫ZavixAgent 看到了吗 那于是ServiceZavixAgent 开始取口 它也会启动一堆进程的 SS-TANL 10050 是不是 当这里面显示 我们又没有加P那个选项 你明白吧 TANLP 可能也显示一堆了 看到了没 好 10050 注意ZavixAgent的端口 10050 记住啊 NTC 好 启动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监控了 要想监控这个主机 我们再去配置去监控它才行啊 那于是 Configuration 添加一个监控主机 找到什么 是不是Hose 好 手动添加 因为它不会自动发现 现在我们没有配置发现规则 后来讲到自动发现的时候 才知道能自动发现的 看Hose 里面是不是有个当前主机自己啊 但是我没启用它 这叫NotMonitor的 没启用 我扑管它 那我们自己需要创建一个新的主机来监控 对吗 下面你看 CreditHose 对不对 创建一个新的主机 那 哇 今天又多了去了 来看这些是干什么呢 首先 这有五个选项卡 第一 主机自身的属性 第二 主机上关联的 模板 我们现在是没有模板 有 其实Zabix内置了很多模板 只不过我们现在先不用它 IPMI 这是不是叫IPMI的属性配置啊 Micro 这是一个当前主机上的什么 OK 红 Hose Inventory 就是用来做 CMDB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资产 企业资产盘点的时候用到的 这几个选项卡 我们基本上先可以 目前都不用管它 只管Hose的一项就行 那再看这些属性都是什么 第一个叫HoseName 顾名思义是什么 主机名啊 OK 主机名说白了你可以使用 IP地址或者使用主机名 要使用主机名一定要能够解析对方的主机名才行 明白风 这是监控对象的 我们应该使用 17216100.17 哇 这个界面 它啥都能保存下来是 OK 不知道填到哪了 这全都能出来 那为什么Name 可见名 你这里填的是IP地址 但是我们等会显示主机的时候 你可以给它自己定一个名字 明白风 假如这叫 这叫什么呀 你随便起名 看你打算把它归类为哪一个组里头去 而且把它将来扮演成什么样的角色 是这样子吧 好 那我 node3 点 马格伊利利亚康 可以吧 这原来自己的名字 好 ingroup在哪个组 主机一定要归到组里头去的 这是内置的四个组 你看 叫发现了的主机 Links服务器 模板中定义的模板主机 Zapix服务器 如果没有一个适合我们需要的 你可以在这里 定义新的组 然后这叫我们TestServer 可以吧 OK OK Sentic也有 好 TestServer OK 再看 Agent Interface 我们要连接的那个 对方的节点的Agent 在B 这是什么 OK 17216 100.17 好 那同样的 各位注意一点 我们的hostname这里 跟这里它俩有什么关系 记住 这里的监控接口定义的时候 这个主机名 这个地址才是最关键的 有没有这意思吗 好 那接着 DNS name 这两者其实提供一个就行 如果你给的是主机名 就把主机名填到这就行了 听懂了吗 好 再看看 你如果是IP还是主机 要说明 要选定到底是用哪种方式连接 看清楚 part Agent通口是不是都是10050啊 这表示我们以Agent方式连接的 如果对方不指这Agent怎么办 是用SMC GMX IPMI 对吧 如果对方是一个什么 代理服务器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选择代理的 OK 但是我们都没有 monitor是表示什么 启用对吸引监控的 没有的方 好 那因此你就填到这 就行了 因为我们的确是A的端子 如果不想用的话 看什么 remove 你也可以点add再重新添加 更多的接口 那一个主机上 是不是有可能会有多个网卡的 是有多个IP的 对不对 为了避免一个IP误判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多个IP都填进来 你可以多填几个 那么第一个是默认的 后面都是被用的 这能理解方 好 这就是添加同一种接口 添加多个的意义 好 那一手你点Save OK 这个主机状态是什么 monitor的 开始监控了 那回到我们的monitor 代理报的 看现在监控的主机有几个 一个 没有监控的有一个 是不是这样子 好 对应的 template的仍然23个没有 都 OK 那有一个监控主机了 那马上底下监控 你看 hose stairs test servers without problems 有几个没问题的 一个 一共有几个节点 一个 是不是也能显示了 这种应该能看懂吧 但是这个主机 让我们现在监控了什么呢 它只是说这个主机 的确是在线的 而且能连的上 说明主机只是 处于活动状态 对吗 但是我们有时候监控的 只是监控主机 活动不活动吗 但是 我们要监控什么 比如监控对方的网络 网卡发送报王的数据量 是不是有可能 这样子监控 我说过要定义一个 主机上监控的监控项 是不是要定义它的监控项了 要真正实现数据采集 要定义监控项的 那因此还要去配置 configuration 找到host 选择开这个主机 不用点开了 你看这里有什么 我们可以配置 每一个监控对象的 applications items triggers graphs discovery interface templates 等 我来给你解释 它们都是什么 name不用解释了 items这边是什么 监控项 后面这个数字表示 当前这个集团上 有几个监控项的 看到了吗 那如果有多个items 我把它归成一个组 items可以归成一个组 归成一个组之后 我们可以给它起名叫什么 application 明白意思了吗 多个items可以归成组 叫application 所以我上面应用一个application 意味着是也有组了 sorry 也就有items了 好 再往往看 我们定义好一个items之后 是不是还应该给它定义它的触发器的 就是合理范围 要定义trigger ok 好 就这么简单 其他的我们马上说 那于是先做第一关 先定义一个监控项吧 那才能采集数据的 对不对 点items 看这里 看什么 create item 这底下这里显示的是 当前已有的items no items defined 是不是没有任何定义啊 ok 点create item 创建个items 好 感谢观看